陳玫瑰設計師用心傾聽客戶的喜好以及需求 柔軟的態度與充分的雙向溝通 創造了空間當中無限的可能 在符合居住者空間機能的需求前提下 徹底了實踐美學的主張 賦予空間生命力跟表情 其實現在當我們看過這個房子的空間設計 越來越多之後我會發現 有時候我看到一個房子已經不能夠再用一種風格 去把這個房子就是蓋瓜的風格講完 就好比陳設計師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房子 它應該是不能完全說它是現代 也不能完全說它帶古典奢華對不對 是 沒錯 那像我們今天這個個案的屋主呢 它其實是一對已經退休的夫妻 那它當初在購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就已經幫它做一個空間的規劃 那當然在這個房子的建造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開始討論到未來房子要裝修的一個風格 對 那它就已經我們就做了一個很密切的討論 就有提到說 它希望空間是一個現代感的 但是又希望整個材質是要有質感 所以我們在裡面的一些軟件的一個配置上面 我們就有幫它搭配了一些比較精緻的一些水晶燈 還有包括一些特殊的大理石的一個雕刻 我大概可以體會就是到了一個年紀有一定的射精地位 那空間裡面一定要做出來是符合它身分地位的那種感覺 這個房子才會像那個主人 沒錯 OK 那不過今天這個房子還有一個蠻妙的地方就是 剛才這次醫師有說嘛 課片的時候你就把它規劃了 可是很妙喔 在課片的時候事實上 你們也先決定了家具 這是比較少見的耶 對 我們在已經大概知道說 這個房子在什麼時候要交屋 我們可以準備確定的裝修日期之前呢 我們就已經開始規劃我們所有裡面的一些 不管是硬體設備或者軟體設備 通常我們在我們台灣裝修其實壁組的部分 都會是在現場試做 可是因為屋主有考慮到甲醛含量的問題 那我們在國外製作當然說它的一個材質 還有它的製程的一個時間 所以它的甲醛含量幾乎是零 所以當初它就選用了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做它的一個室內空間的一個裝修 你這樣子講就是它家今天所有的 我覺得家具就是沙發茶雞雞我們不說了 一些櫃體的部分也都是國外訂製過來 對 包括我們房間門都是由國外訂製好 那我們在現場來幫它規劃出一個很準確的一個尺寸 那他們家具飄洋過海來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安裝上去 那你尺寸要非常非常的精準 我們精準到只留0.3公分 你說Asobee的部分 對 不管是寬度跟高度 那它這樣整個櫃體 因為它的櫃體是來的時候面材就是鋼琴烤漆好的 它是跟我們台灣的系統家具不一樣 系統家具通常會有一部分是在現場裁切 來符合它現場的尺寸 那它的一個櫥櫃的尺寸呢 因為都不能裁切 所以我們在一個垂直面跟水平面的尺寸 都要抓得非常的精準 我可以了解 因為連門片都是國外來的話 連門框的這個尺寸也要非常的精準 沒錯 不然門關起來可能會露風露光嗎 對 而且可能還沒有辦法完全的咬合 咬緊 我想電視機閒門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希望你家裡的空間是有現代感的俐落 但是又要有一些古典空間裡面會有的奢華感 朋友來的時候那個空間跟房子是比較有板的 是 OK 我們就來看一看陳美歸設計師怎麼樣 來讓今天這個空間是符合屋主的設計地位 今天這個房子其實一走進來呢 如果你看到玄關的設計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跟我一樣很好奇 然後有很多的問題想要問 這塊玄關端頸的材質應該是精挑細選過的 是 沒錯 我們在這一塊 正面玄關這一塊的材質 它其實是一個大零石的一個手工雕刻 大零石啊 是 那我們當初在決定這一塊的材質的時候 當然我們所有的一個家具 就是剛剛已經提過了嘛 我們是已經先選好家具 我們再來做現場的一個硬體設備 所以我們的一個顏色的一個層面 其實是跟我們背後這一個端頸櫃 其實是顏色上面是非常配合的 就是帶灰色系的部分 對 包括我們這一塊大零石的挑選 當初我們庚屋主一眼就看上這一塊大零石的圖騰 是因為它的一個圖像的一個感覺 就像飛龍在天的感覺 包括它色澤的呈現 還有它細部雕刻的一個材質和紋路 都是我們一看就非常重力的 那包括像我們在這個玄關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通常玄關一路口 都會是一個密實的牆壁 那我們在一個做法上面 在這一邊我們就做了一些虛實的一個設計 可以有一些穿透到另外一個空間的感覺 OK 其實今天這個玄關設計 它除了一進來會讓你吸睛之外 在我看來我覺得你還有一點做得很棒 就是事實上這個玄關 它本身是一個比較狹長型的玄關 對 可是我非常喜歡 陳設計師處理你身後這道牆面 因為你這樣子的處理手法 會讓這個玄關看起來比較方正 對 因為它這一個空間也很寬敞 所以我們在一個一路口的玄關設計 其實是比較細長 所以我們在玄關的一個設計上 我們保留了一個適當的一個鞋櫃的自鞋量 那在路口的地方我們還是保留了一部分的一個端井櫃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比較柔性的一個設計和布置 讓整個空間看起來會比較一些柔和一點 OK 好 那這樣子的格局其實一進來啊 大門進來可能在另外一邊我們就碰到廚房了 是 你怎麼處理這個空間 因為它這一個房子的一個格局 就是我們一進來 右手邊其實是一個廚房 那我們現在看到玄關的右手邊其實是一個雙面櫃 所以我們在材質上面我們就做了一個深色的木皮 搭配我們這些金色的一個立體磁磚 磁磚啊 是 它是磁磚 那它整個是一個立體面 它在於一個不同的角度和燈光 它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效果 那因為它是比較亮麗的 那我們搭配了我們一個比較深色穩重的木皮 整個延伸到一個廚房的一個空間 把我們的一個一個動線 從玄關怎麼樣帶進到一個廚房 我們都做了一個很妥善的一個規劃 事實上當我現在坐在餐廳啊 就是往玄關的方向 隱約可以看到你留的那個縫隙那個角落 是 它看起來好溫馨喔 是 OK 而且很清楚的知道其實玄關端井的後方 就是餐廳的空間喔 是 那事實上我們看到玄關主牆的一個背牆呢 就是我們餐廳的一個主牆 所以我們在餐廳主牆的一個設計呢 因為我們的餐桌都已經知道它的一個顏色 是一個很比較淺色的一個大理石 所以我們在一個餐廳的主牆設計上 我們就挑選了一個有銀箔顏色的一個金色山脈 所以這一塊金色山脈很巧妙 它有一點結晶的成分 它都有那個銀粉的感覺 所以它會經過光線的一個投射 它會閃閃發亮 就是不會有深色材質那麼重的質感喔 是 OK 因為我現在可以看到它很清楚的會反射在這邊的鏡面上 是 那我們前方的這一個鏡面呢 事實上它是一個軌道門 那裡面其實還有一個小空間 是提供我們餐廳可以做一個廚房物品 這個軌道門事實上也是飄洋過海來的 那它的尺寸我們都是要經過一個精算 而且它的一個五金的挑選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我們在台灣其實不容易有看到這樣的一個材質 它是一個懸背的一個五金 它是鎖在牆面上的對不對 對 所以它固定的那個位置點 就必須是要夠堅硬 我們才能夠去承受這一堂門好幾十公斤門的一個重量 所以它從國外進來飄洋過海坐船沒錯 可是事實上我們在台灣這方面的工是要更精準的算它的尺寸要合 然後五金的位置的擺法要剛好支撐得了這個重量 是 沒錯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空間裡面屋主想要現代俐落嗎 那你想要用空間是那種有大氣至少給朋友來的時候要有班 是 好 所以今天餐桌跟這個水晶燈應該扮演這個角色是很重要的囉 是 那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餐桌它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大理石面 那不管它的線條啦 包括我們椅子的挑選 當然是一個馬鞍皮的一個材質 可是它其實在造型上和色澤上面都非常的簡約 可是我們希望我們的整個空間還是要有一定的質感 所以我們在這個天花的上方 我們就挑選了一個非常有造型還有在質感上面比較特別的一個水晶燈 可以增加這個的一個華麗感 OK 那今天這個房子裡面因為進來的時候我會看蠻多的細節嘛 包括它今天的這個精品的展示櫃啦 是 還有我身後這個 紅酒櫃 這個紅酒櫃看起來沒什麼但打開真的蠻 還像007電影裡面會看到的 是 它其實是一個雙用櫃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它不管閉合的時候 它呈現的是一個鱷魚皮的一個質感 那打開了裡面呢 它其實還有非常精緻的一個冰箱 小冰箱 對 我看到小冰箱 純放酒櫃 然後還有裡面的一個龍布的一個包覆 那整個讓整個一個材質其實是非常精緻的 那這兩個櫃體事實上也是國外訂製 然後可能等了好幾個月的傳奇才來到台灣的 事實上設計師應該已經先看過照片了 是 對於我們左邊跟右邊的一個櫃體的材質 其實我們在還沒有試做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它的顏色 包括是一個剛烤的一個木紋 和一個皮革包覆的一個酒櫃 那它都是一個深顏色 包括我們這個兩個櫃子身後磚的一個挑選 其實我們都挑選了米色系來襯托它深色的一個材質 那它磚的紋路呈現是不一樣的 那像這邊其實它是就是一個波浪磚的感覺 那像玻璃桂這邊就是屬於比較水波紋的 那它透過光線的一個折色它就能夠有不一樣的一個呈現 今天這個房子一大特色 就是它空間當中出了像是大型的家具啦茶機啦 這些是從國外原裝進口的 那包含它的很多的櫃體啦 或者是一些紅酒櫃也是國外原裝進口 那麼來到電視主牆 我就要來問一下陳設計師 如果沒有猜錯沒有看錯的話 它電視主牆這一整排的機櫃也是國外原裝進口 是 也是進口的 那因為像我們身後的它電視主牆 因為我們的房子夠大 所以我們電視主牆的設計是比較寬大的 所以相對的電視櫃也是比較長方形的 所以我們在電視主牆的設計 我們當然就是在色澤的材質的一個選擇上 是能夠襯托出我們的一個電視櫃 包括它的顏色和我們沙發前的大茶機 也是一樣的顏色的材質 紋路上是有呼應的 是 那包括我們在一些大理石線性的分割 也是搭配我們的一個電視櫃的一個材質 還有我們的一個電視吊掛的位置 都是精算過的 所以我現在看到電視主牆 你有一些近代的分割線 認真往下看 它是有對到下面那個電視機櫃的一些門片的勾扣 OK 那天花板呢 因為剛才我們在餐廳的時候看到它天花板的設計 事實上跟到了客廳 它是有不一樣的想法的 對 我們在餐廳的一個設計 我們是用一個線性的分割 那在我們客廳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還沒有濕做的時候 就知道我們的茶機是一個圓形的 那我們在一個地和天的一個呼應 我們一樣做了一個圓形的一個天花 而且它是一個有層次的 我們在天花板的高層 我們做了一個不一樣的刷色 那這樣的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會增加這個高度的一個深邃感 那相對的也把我們的主燈的一個材質 給襯托出來 那再搭配我們旁邊加了一個LED的燈帶 那它整個一個空間的一個立體性就更加的凸顯 以進口的定制精品家具作為空間的主角 那麼食用的收納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呢 這個書櫃擺展飾品跟擺書OK 可是我覺得量少一點 是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書櫃 當然它是一個非常有一個造型的一個櫃體 比例上面它是會比較輕巧 那相對的它的置書量也是不夠 可是我們在這個空間 除了這個書櫃 我們還是有其他的一個存放空間 在它的右手邊 你看我們還是有一整排的 有四扇門長度的一個收納櫃 那包括我們這個收納櫃 我們的顏色就沒有去刻意的把它跳脫出來 我們讓它跟牆壁的顏色是融合在一起 可是在尺寸上面的一個空子 我們就要非常精準 包括我們房間的櫃體 也是這樣的一個櫃子 不管它的衣櫃 還有它的更衣室的櫃子 我們都要在一個現場的一個尺寸的拿捏上面 讓它來可以很順利的安裝上去 所以我看完今天這個房子 又讓我開了眼界 因為我以前真的只認為 可以訂製沙發 茶几 餐桌 是 我真的沒有想到今天 就是它連一些衣物的一些收納櫃 還有櫃體的桶身 都是從國外訂製進來的 那我更佩服妳 可以讓它的尺寸 可以做到這麼的精準 所以我們在一個尺寸上面的控制 就是說我們在施工圖上面的一個尺寸的膠帶 還有現場的一個監督 都要非常的嚴謹 還有不斷的再去確認說 這樣的尺寸是不是適合它將來 可以很順利的安裝上去 今天陳美貴設計師 在進口訂製家具 以及現場精準尺寸的預留上面 完全達到零失誤的完美設計 在私人領域的臥房當中 同樣的也需要把硬體軟體 做出協調的規劃 灰色調的男孩房 搭配進口的床主 呈現出高雅的時尚感 另外在女孩房的部分 也搭配了進口的家具 用粉紅色來呈現浪漫的氛圍 主臥室的部分 則是運用屋主最喜歡的灰色調壁紙 帶點皮革光澤的感覺 讓灰色調也可以有溫暖的氣息